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几天在TVB发了内部通知 主席特意召见两位曾志伟和王祖南先生 回来TVB救亡 所以就着这个话题我想请教师傅 第一 救亡是否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 以及救不救到亡呢 这个是直算的 原来是中立的 不是我的意义 这个纯粹是古人的技术 首先我们看看 我们分析一个八字 这个八字很好玩 你一叫我看看 我就立刻去看 这个八字很过瘾 首先它成立的 其实我找回网上1965年7月26日 嗯 接着1977年才说 不知什么TV 或者欢乐今朝那些东西 所以呢 我两个八字都看过 那我就看看 咦 这个呢 所以我用这个来定的 大家研究一下 好 即是纯粹研究 好 用这个日子 所以它因为开张的时间 或者是成立的时间 我们就当了是它的 原来它的入主 是一个叫 新金入主 因金 原来 金的五行是代表什么呢 金呢 就本身是代表一些尊贵的东西 嗯 阳金呢 就代表一些很粗犷的黄金 是 阴的金呢 新金呢 就代表一些漂亮的金色 是 是一些很珠光保气的东西 很漂亮的东西 很漂亮的东西 是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代表创生 生命的东西 那你想想 如果以前它一出来 跟那个叫什么 亚洲电视还是荔枝电视 是荔枝 荔枝 荔枝电视比呢 它一出来就创生 哇 好漂亮的 是吧 起码就不用收钱 创生已经赢了 是 是吧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 它这么巧就是 生金 就是创生和生肥 好 接着来说 以前不是有另一家公司 叫做亚氏 是 它很有趣的 我又看到亚氏这个名字 亚氏永恒 亚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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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氏两个字 千万不要说亚氏 这两个字 我不介意这个 还有亚氏 我们很奇怪 突然想到一件事 啊 为什么看亚氏 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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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有什么命运 你会有什么名字 是 好 接着呢 第二 新金 原来TVB 坐着这个叫 观察 嗯 观察 代表 是一个 事业 代表是 自助观察的 就是 尚尽心很强的 是 凡事亲力亲为 不嫁手于人 它有这样的象在 是 所以说呢 原来呢 TVB 本身 它这个是很进取的一间公司 是 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进取心很强 嗯 第二 讲完了 第二 新金 生未土的月份 是 是 原来土是生金的 是 土 去生金 原来在八字里面呢 那月份的地址呢 就叫做月灵 司灵那个灵 就是司灵官 最大的部门 是 最厉害的那个人 是 是 那就是说 月灵来生他 可以代表什么呢 香港最厉害 最大的那个来生他 嗯 政府 来生他的 学着他 是 政府去扶持的 这个 这个呢 本身来说呢 是偏印的 是 偏印就是说 不是正式他的上司 是 是 即是说呢 是不直属于他的 其实 新金 是 不直属于这个 未土的 不属于政府 政府来生他 很明显的 在八字里我们看 就是好像一幅画那样齐了 是 好 那跟着 嗯 嗯 第三 深深微月 这个深深深微月 这个深深深微月 微月是夏天 至五微 是 夏天 是 微月呢 火水不炎 土质尚燥 嗯 首先 我们很热的地方 在沙漠就需要什么呢 水 没错了 就是水了 原来这个呢 八字里面有个水的 这个呢 食臣就是水 这个这样 贵水 是 好了 原来这个贵水 是八字里面的食臣 食臣代表什么呢 食臣可以代表子女 下属 客仔 或者观众 哦 原来观众是他的用神 哦 那你说行不行 就行啦 有没有扎过日呢 真的不止 应该是有高人扎的 可能 是啊 嗯 观众为用神 因为水 就是用神来的 是 好 另外还有 这个叫相食 或者是食臣 这个叫做财 这个叫 食臣生财 福至天乐 是 食臣可以代表才华 嗯 可以代表技术的发挥 是 因财华 技术而得财 嗯 所以这种叫做食臣生财 福至天乐 是 如果你的八字是这样的话 我也恭喜你 嗯 就是食臣生财 好 那意思是很有能力 很有技术去赚钱 是 好 那 第五点 这个第二 地支 有两个官杀 有两个官升 官就代表事业 嗯 好 而他官呢 字尾暗拱有两个五 五呢 就代表七杀 七杀是什么呢 亦都是事业 即是说 他这个八字是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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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 如果你本身看开这个节目 或者你有学开八字 不妨看下你自己的八字 嗯 如果你的八字的地支是 匯了官杀局 即是官官官呀 杀杀杀呀 起码有三个这样 嗯 你造成大公司 大企业 跨国性的企业 你不会去做 one man band的公司 嗯 你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所以原来呢 在这个时间去建立一间公司 就可以做到国际性 嗯 是的 如果以四条柱 一二三四 代表整个地球的话呢 他就去到 一二三条柱 是大半的地球 已经去到 那师傅 如果像你所说 即是刚才 有一个官作 他看完之后 发觉自己 咦是的 真是齐理所说的东西 但他又不是打工 而他是一个老板 嗯 那就应该要恭喜他 是的 那这些事可以做到夸角性的 嗯 嗯 很厉害的 那另外 那另外 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另外还有就是 那 月令是 字 官 生 的月令 是 那 那 这个字 火 这个五行属火 火会生土 是 就是说 火生土 我们叫官任相心 是 是 官任相心代表什么呢 原来 官任相心的八字 又代表是贵人多助的意思 哦 贵人多助 而这个贵人多助 官身任 人又会伸回自己入主 就是伸回自己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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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 和政府对他不停有帮助 嗯 所以 那个 过往是非常之好 是 是 去到 2021年 的 九月 我们看回 是 一路都很好的 原来去到2021年 九月 就会正式入 这个叫丁丑大运 嗯 嗯 丁丑大运 呢 即是你说找谁救我呢 我看来都 难料 是 丁丑大运 是 即是 虽然 那 你找两个 丁 曾志伟 曾山 曾山呢 那个问题是丁所 是 那 王山 是不是是王 是三华王 三华王 三华王 三华王呢 王山是新金 是 原来新金和新金 是 大家 是 给 王 就是说 新金是帮到TVB的 大家自己有来的 有安装 如果丁所来说 是他的观察事业 是的 亦都是对那个事业 是真的有帮助的 是 即是两位朋友 对TVB 都能够产生一定的帮助 是 不过 他的大运 已经走到丁丑了 嗯 丁出来了 所以找到我真志位出来 哈哈 哦 即是很有趣的 是 即是你说我事后好明 我都在照这样说的 是 每看的 医书直说 大哥想怎样 对不对 没错 那么 但是呢 这个丑呢 大家说麻烦了 本来呢 这么热 这么粗 八字呢 我们都喜欢濕土的 湿土为喜 对吧 但是这么巧呢 他呢 就是什么呢 心甘 入了霧 入去这个丑 是 即是说霧气沉沉 是 即是说死气沉沉 是 以前本来可以很风光的日子 突然之间 会越来越入这个霧 是 那我们叫入霧 就是死气沉沉的意思 嗯 是的 所以 也会引伸到 就是说 不会很像以前那样风光的 是 是 那你说 会不会很差呢 那这样 这个呢 当然见仁见智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以这个八字 去论的话 去到丑呢 我们叫入霧之魂 是 就是死气沉沉 那意思 嗯 所以你一叫我看 就看到 哇 这个八字 刚才 观众很受乐 又赚了很多钱 事业又做得很大 但是一到2021 9月 就开始中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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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实这些都是 命数来的 是吧 那它本身就是 这样子 就很难去搞的 还有一样东西 丑和味是相当充的 是 是 是 它全靠这个 是 是 所以一向都好像是 辅助他 是 好像不辅助另一个 是 是 絕对 特别不辅助他 大台 有两个叫 是吧 所以这些就是 希望就好 不过我自己管别人 这样说 我晚上都喜欢看电视 因为我 我又看 我又看 为什么呢 我是甘草的 原乐家 是 那我当然是喜欢看到 甘草的演员 是 是 一开电视全部都是 甘草演员 做了一些节目主持 是 那我们看开就很受落 是 是 但在年轻人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就真的一点都不受落 是 所以我想 都是 这个 大概都要想想想 才能 是 是 就是这样 不要纯粹打开市场 哈哈 我也是 我不知道 是 好了 今集相当之有趣 是吧 就是说TVP 用八字去分析 那下一集 我们再请教你龐师傅 好好好 多谢 贵宗 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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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sal하고 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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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赶快 aa 早碰 所以我又本著一個好學的精神 我想請教師傅 究竟海洋公園有這個重申方案之後 是否可以預言以上三年後 即是2024年他就可以肉火重申呢 請教你 好 因為我又起了他的法治 我又檢查過他原來是77年1月10號 是開張的 那怎樣呢 這一天我們很好玩的 是丁日主 丁就當了一個海洋公園去看 對其餘那些字 但因為沒有時間 我唯有得年月日 我不知道他幾點開張 是 免是故 好 好 我們看看他的特點 首先原來是丁某人 丁是陰火 某是陰木 陰火 陰木 所以他會做一些較偏偏的東西 古靈精怪的東西 即是人家不做他做的東西 對 所以只有一個海洋公園 對 不會有兩個海洋公園 是 所以其實這種屬於尖精磚技術的東西 是 即是很尖顛 很精細 很有技術的東西 是 所以這個丁某日這天出生 就是本身做技術的 嗯 但原來丁某日這天出生 主要不是賺錢的 是 所以應該沒有賺他日子 我估計他 做技術 就是精細的人做不到他做的東西 即只做不賺錢 賺不賺錢 有整個八字體 起碼不是最賺錢的 好 另外來講 我們看看 原來 這個薪金 就是他的財 即是他的錢 嗯 原來這個錢 叫做薪酬 原來就叫做入務 剛才也都 即是大家 如果之前有看過其他節目 那樣東西 或者看過很多次都會明白 什麼叫入務 死氣沉沉 入務 死氣沉沉 你看 財入務 即是說財死氣沉沉 即是你在這個時間開張 你的財就死氣沉沉 沒得聽 即是規定了 基本上 即是你一開張日子 就等於你的人出生那條命 是 每次開張就每次出生那條命 是 是 即是說 財 不會是很大的 不會是什麼大財 是 另外還有 原來 這個代表財 這裏有個叫做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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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点找我,重新跟他杀的日子开章 所以没办法 林先生,影片简介有师傅的联络方法 你认识他 林伟伟先生 好,今次还有杀人武器杂 杀人武器三千杂于一身 这么大王 我们看看 原来卯臣是伤害的 害的意思不用说 为什么卯臣伤害有什么呢 我们看看 原来伤食这两个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观众 然后一个八字 相观食实 代表子女、下属、客仔、观众 可以代表客仔 客仔怎么样 客仔和你自己叮火 坐着的印声 和你自己是有一个伤害的 即和你的思维大家是贵度而辞的 印是代表思维思想 你想人家喜欢这样 其实人家也不是喜欢那些东西 所以伤害大家 所以得不到客人的认同 即是很大事 好 接着 冬天 丑月开始 丑月出世 冬天最需要的是什么 火 丙是火 本来有个火在这里 应该很好 对吧 但是丙生盒 原来丙生盒是如何呢 丙生盒是会化水的 用神受了伤 用神受了伤 用神受伤的八字一生都不发 即是不会大发 但起码都 化了水 用神化技 丙生盒 是否杀人武器三千集于一生 要丙生盒 没有一滴好 基本上这个 是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好 接着呢 唯一一个 谁救他 知不知 孔格 不是 即是这个八字 有谁救他呢 但是这个八字 其实在现实环境 只有政府可以救他 对吧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救他 嗯 嗯 那么 那么 政府 即是或者是长辈 或者是上司 或者是你顶头的人 在八字里面是谁呢 嗯 就受了这个印星 哦 哦 原来他坐着的印星 是 这个偏印 又是了 偏印即是说 不是直接自己的上司 哦 正印才是直接上司 偏印也不是你正式的 是 但是他是你的长辈 是你的扶持 是你的帮助 是 整个八字 只得到他身的火 是 那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的帮他 是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 不怪之 是啊 好 那接下来看看榴莲 好吗 好 那 终于 是 原来呢 他呢 这个八字呢 一开始呢 就有个木居生火 嗯 所以呢 在八五至九四年 是非常好 是 去到九五至到零四年 都有木居生火 其实都是好的 是 嗯 是 接下来到柄 到柄 柄去生火 也是好的 是 月来生火 其实勉强都是好的 是 但是呢 其实 呃 这里 有些秘密 说不说 哈哈哈 什么算命秘密 都说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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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 炒 和字 暗拱了 有个柄 是 是 原来这个柄呢 和柄 是相冲的 哦 所以呢 政府都撑不住 撑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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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入二零一五打后 撑不住 师傅 我告诉你 你很恐怖 什么 你很恐怖 很准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 我在看海洋公园的历史 其实呢 由二零零三年 因为沙士 冲击得太严重了 所以当时海洋公园 找了盛志敏 然后又够忙了 沙士敏就够忙了 那盛志敏就搞了阿鹿胃 结果可能公园就弹起了 是 OK 也都呼应刚才你所说的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呢 去到2014年左右的时间 梁振英先生呢 不知道是因为是人事上的问题 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就将盛志敏就撤换了 就换了另一位叫做孔令城 就是当时盘谷民航的一个高丑 就去接任 那结果呢 大家都想着呢 就是应该都继续到的 因为盛志敏在海洋公园的年代 是一个传奇来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好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掉眼镜 嗯 结果呢 孔令城一接走呢 嗯 就PK了 嗯 就开始跌下去了 基本上都叫做没有好过 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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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呢 他接入那时候是2014 是吧 但是他接得的时候 都不会真的恐怖到即时就订阅的 是吧 是 就是那些政策影响下 是 就是2015年开始 是 所以他命运是这样的 是 就是 其实跟我学到 執务班那些的学生呢 其实他们学了年纪呢 他们算些 发展都很恐怖 嗯 因为 因为没得走的 他是这样就是这样 是 好 那跟着呢 最后回答这个问题了 现在将分拆 能够够够够够呢 不认为玉火隆身 这个结果是 OK 好 真的 不认为那些礁 して 这久呢 那 2025年 开始入鼎五年 大家看看 本来 的笛 没人帮εται 是 丙也没有了 连这个卯也关了 因为是孤伶伶 但如果它捱到2025的话 有个丙火用神出来 而这个丙火用神是一柱很强的 非常之有力 而且还有就是 丙火见到五火为六 六是福六受的六 即是事业很强势 很强势很大 所以踏入2025年就成功 你说是肉火焚身 肉火重生 这样 那也是好事 所以其实早就应该这样做 不知为何搞得这么迟 不过命运是这样 但我们说的 命运是这样 你说它会2024搞定 差不多了 2025开始了 对 对 自己找你的铺位 如果有些朋友做生意 可以在那里 对 没错 也有很多人去 如果这样 看了八字 纯粹 嗯 那就行了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到时海洋公园又留下几条脚毛去玩一下 究竟它重新计划又玩成如何 希望它成功 是 好 下一集再请教盈龙师傅 多谢 多谢 晚安 晚安 中文字幕 李宗盛